新移鄉林河川比較好就三項道路 是比較好就這個主導很重要的電話道路 所以因為年久失修著身很多路面破順 以及路上平衡的狀況 為出管理民進在關乎萬民教的斷念一下 親王來會審 這是相關單位將會已經費650萬來中心收穫 提供當地其民安全好走的道路 在官民教中司共的斷念下 管理民進來到維持信義鄉林河川 卡普舟部路的另外三項道路 為便舖地來做頭 以及尚順的安頓路面 對當地通行的民眾 甚至是外來UK 都有交通安全上的溫柔 這個路面也都非常損害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就憲政府 我們人民席就報到我們人民會來爭取 特殊道路補足了650萬 我們憲政府要配合72萬 這樣把650萬能夠精速地把這條路做改善 讓我們沿鄉地區 這個大陸建築 為表比較好的大陸讓他們來通行 官民就表示 卡普舟三項道路 是信義鄉第16項的重要替代道路 可以連接商量地理 甚至是貪欄保路的交通路線 他們出在地的機關專門材 以及信義鄉長全志堅 是最多感謝官長臨民進的中心 這條道路到我們風災或是以災的時候 就佔了重要的功用 在這裡我們謝謝縣長給我們爭取了650萬的經費 讓這條路再修復 因為這條路也很久沒有修復 在這裡縣長為了體恤我們當地的民眾和農民 這條就是以技所要用的道路 能夠給予修繕 那因應我們騎台吊橋 有時候會有龐大的車輛 所以我們這條道路就顯得更重要 但是我們這條路 今年來也發生很多的一個小型的一個事故 就是落死不斷 以及道路狹窄 那會車不易 所以我們今天也特別謝謝我們南投縣政府 我們的林縣長跟我們的市場局長 能夠跟雲民會來爭取這個 600多萬的經費來修復這條 我們這個聯外道路也是必經的一個財業道路 需要改善的工程樓大 中東大郵1.1公里 到了A16樓民 將要跑到頂部以外 將它得到第一點 也將精釋方向網 來加強保護便舖 既然在5月份到一段完工 記者跟宣傳差不多